看看新闻吧 新设计的浪漫表白却被剧中的另一位女主角傅佳丽给撞上了 于是一段阴差阳错的故事就此展开 作为TVB经典剧集《冲上云霄》的续集 此次《冲上云霄2》备受关注的另一大原因 是该剧将汇集胡信儿和黄宗泽 这对昔日的恋人再度携手合作 不过截止到目前黄宗泽还没有正式进组 因为由他主演的另一部TVB剧集《好心作怪》正在热拍之中 自从今年7月与前女友胡信儿传出分手消息之后 黄宗泽便一直寄情于工作 记者探班当天他就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全程都表情严肃 相比黄宗泽的绝口不提 胡信儿倒是对两人的再度合作表示坦然 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 胡信儿面带笑容地表示 自己已经完全走出了失恋的阴霾 过往的感情并不会影响到将来的工作 娱乐星天地宋小彤香港报道